好了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大鹏教育国画学院花鸟专项提升课程 我是你们的老师王川 现在可以听到老师的声音呢 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 学这些哪够呢 这节课的案例稍微有点变化 里边增加了两只麻雀 好 那么这节课咱们要学习的是玉兰花的画法 我刚刚也讲了 里边还有两只麻雀的画法 在课前有些同学就让老师画麻雀 我说正好这节课咱们里边有 先来看一下这个玉兰花不同的这种品种 在画之前呢 要了解白色的叫什么 紫色的叫什么 你别画完之后呢 都混了一坛全叫玉兰花 你想这种白色的咱们称之为白玉兰 这种一面白一面红的呢 咱们称之为二条 那么像这种紫色的呢 咱们叫做心仪 你们记清楚啊 紫色的为心仪白色的为玉兰 为什么叫白玉兰啊 人家是白色的 所以见到紫色的别再叫玉兰花了 虽然它是属于玉兰花 但它的名字还是叫法是不同的 大家知道这个玉兰花有几个花瓣吗 课前有没有做这个功课去搜索一下 广玉兰在开的时候好像叶子就比较大了 是吧 那么这个白玉兰呢 在春季开的时候 它这个叶片是刚刚发芽 等这个所有的花雕落以后啊 它的叶子才会逐渐茂密起来 玉兰花呢 是有九个花瓣 九个花瓣咱们在画的时候肯定是 会挑它咱能看到的花瓣来画 你比如这一个花 咱能看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对不对 那么其他的去哪了 它们肯定是有这种遮挡变化 除非你在画一个正面的时候 俯视可以看清 一般在侧面的时候啊 可能就会画五到七个瓣就够了 所以不要纠结啊 它有九个瓣我一定要画九个 不是这样的 那么它的一个特征呢 花瓣也比较的柔软 咱们在画的时候要用这个线条的体验变化 还有它这种翻转变化来体现出花瓣的这种转折 这张图片呢 想给大家看一下它内侧的这种花蕊啊 这个中间呢 为瓷蕊一圈呢 比较细的 是熊蕊 咱们在画的时候也要掌握它这一个特点 再来看一下这个新衣花 新衣花与这个白玉兰啊 它们最大的一个区别 不仅仅是这个颜色上的区别啊 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玉兰花它可以开得很大 逐渐花瓣慢慢的凋落 那么新衣花呢 它开的时候呢 这个口会开得比较的小 也就这个地方啊 当它这个微微张开 像现在这个开放程度啊 基本上它就快凋落了 它不会像玉兰花开得那么大 那么咱们案例当中你们也会发现 就是这个玉兰那个新衣花紫色的啊 全是包在一块的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看名画欣赏部分啊 给大家找的这一幅作品呢 是明代沈舟的一张玉兰花 它在处理这个玉兰花的时候 其实跟咱们这节课所用的方法是非常相似的 就是幽默单纯的把花瓣勾出来 背景呢染了一个淡淡的花青色 您看咱们在第一节课的时候 画水仙花就用到了花青色去给它轰染 所以咱们的这些技法啊 还是有传承的啊 不是说自己瞎蒙着的画的 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些印啊 我每次看到这些印的时候 都比较的烦啊 特别想给它辟掉 这些印大多数都是那个乾隆皇帝给它盖的 包括这个提款啊 也是这个乾隆皇帝给它写的 一张非常有格调的画 盖上印太多了以后 也显得比较俗了 是吧 所以你们在画的时候 也不要刻意的去模仿盖好多印 提好多字啊 这一张作品呢 是明代文征明的作品 我还没记错了 文征明应该是和沈舟是同岁啊 他们都是明代比较著名的几个画家 那么明四家呢 我在之前课程当中啊 也经常提到过 沈舟 文征明 唐银和求英 大家最熟知的啊 就是唐银也就是江南第一才子 是吧 唐伯虎 他就是这四个人当中 都是画画非常厉害的 这张白玉兰呢 在处理方法上 与刚才沈舟那一幅略有不同 他是呢 在勾完这个玉兰花花瓣以后啊 给他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白色 为什么呢 这样的更能体现出白玉兰的一个特质 对吧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的底色是偏黄的 因为以前的纸呢 肯定不像现在咱们所用的这么宣纸 这么的白 你要是买过这个纯手工的宣纸的话 你会发现啊 宣纸没有那么白 你的宣纸一看啊 特别白的跟A4纸一样 肯定是漂白剂加多了 那个他们开玩笑讲啊 漂白剂加多了 画了一张画挂了几十年 这个可能在墙上就剩一 剩下一张白纸了 把你画的这个墨呀 颜色也给漂干净了 所以很多买画的这个人啊 在之前在买画之前 他会看看你这个纸啊 用的到底是不是宣纸 要是真正的宣纸的话 才可以保存上千年啊 通常讲纸售千年 捐售八百啊 就是八百年 就是这个捐呢 一般可以随放八百年 这个宣纸呢 存上一千年是没有问题的啊 这张作品呢 是明代沉纯的一张作品 也是我在之前课程当中 经常给大家提到的一位画家 那么这张作品 其实他画的啊 就是咱们这节课所要学习的 新衣花 你看他在画的时候呢 跟这个白玉兰 有非常不同 每个花头呢 都是这种聚拢在一块的啊 像个小喇叭一样 不是说把花瓣呢 刻画的非常的开阔 咱们再看看啊 还有张作品 这个呢 是明代沉红的啊 他是谁呢 他是沉纯的儿子 画的呢 同样也非常好 我在准备这张案例的时候 还看了他 这个长卷的局部 他呢 就是画的新衣花 还有这个白玉兰 把它组合到一块 后边这个白色的呢 就是玉兰花 花瓣 你看这种变化呀 非常的丰富 这种勾花瓣的线条 不是说直直的一条线 它是有这种提案变化的 通过这种提案变化 才能体现出花瓣的这种细微转折 以及他这种饱满的感觉啊 所以咱们画的时候 虽然这幅画是简单 但对线条的要求还比较高的 那么新衣花呢 直接用颜色去表现 掌握好它这种正面背面 颜色的变化 那么正面呢 颜色比较重 内侧呢 相对来说就比较淡 咱们通过这个勾的办法 把它给控出来 那么接下来 咱们再看一下这节课的案例啊 中间这两个紫的呢 就是新衣花 其他白色的呢 就是白玉兰 当然了还有两只麻雀 今天呢 课的内容比较的简单 所以呢咱们可以跟着老师一块去画 刚才我讲了这个明代的沈州文征明 还有这个陈传陈阔啊 大家也都能看出来啊 在这个技法上 它是有传承的 不是说我每某一个人独创了一种技法 所以这节课咱们在技法上也是借鉴的古人 现在呢 我先切换一下画面 先可以看到老师这个切换到的画面呢 跟老师回复一个数字6 并且啊 这个无门四家 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包括这种师臣关系 都是传承有序的 你像这个沈州呢 和文征明 他俩年龄比较大 并且他俩都是以画山水为主 花鸟画画的比较少 唐一呢 这个山水画人物画啊 各种都有涉猎 球鹰呢 可能是青绿山水画比较多 再往后 你像陈纯呢 其实他就跟着文征明啊 来学画 文征明呢 肯定又把这个陈纯啊 介绍给了沈州 对吧 也就是他的师叔或者是师伯 然后呢 你看陈纯呢 在一些绘画技法上 跟这个沈州 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可以说陈纯在 花鸟画这方面 借鉴了许多沈州的绘画方法 咱们这节课先来练习一下 这个玉兰花花图的画法 并且提到文征明啊 他这一家子人很厉害 刚才讲是陈纯陈阔是吧 人家爷俩画的都很好 那么提起文征明那是更不得了 文征明他儿子是谁呢 文征明他儿子叫文鹏 文鹏呢是诗书画印 样样精通 他尤其是对这个刻印方面呢 产生的影响非常的大 文鹏后边又有一个孙子 叫文振亨 文振亨写了本书呢 叫账务志 这个账务志呢 可以说啊 影响了后边几百年文人 对于这种书房啊 庭院怎么设计啊 一般都会看文振亨的这本账务志 如果你特别想追求文人的生活啊 家居陈列啊 庭院布置啊 你们都可以买一本这个账务志来看看啊 这个所谓的账呢 就是这个长 这个物啊 就这三个字啊 是文文那个 文振云的什么 曾孙 部分我可能算不清 咱们先学习一下这个白色的玉兰花 怎么来勾啊 你想我现在呢 调出这个图片 心仪和玉兰没长一棵树上啊 你要仔细观察一下 它们之干的墨色是不同的 所以这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咱们在画的时候也要给它体现出来 这个心仪的枝干呢 墨色更重一些 玉兰花枝干呢 墨色更淡一些 就是如何把那个玉兰花啊 勾得更加的生动 我觉得还是有对景写生 这个才最重要啊 当你对自然物像比较熟练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编着啊 去给它画 那么在一开始 为什么要写生啊 就是为了把这个花头刻画的 更加的与现实生活中的这种气质上更接近 不是说造型上更接近 你比如说哪些细节通过写生来的 你可能自己在家编 永远编不出来啊 它这种细微的这种翻转 对不对 这一点翻转 恰恰就能表现出它这种啊 与众不同的变化来 你想 我先给大家勾一个啊 就是说很多画玉兰花的时候都知道啊 玉兰花找这样 一个花瓣 两个花瓣 九个花瓣吗 不就是这么勾 这么勾的方法呢 倒是也可以啊 下边收个口 这么勾也可以 那么谁都会这么勾 我认为呢 在这么勾的时候呢 首先这个花瓣的这个顶端呢 它与荷花有些区分 荷花的花瓣相较于玉兰的花瓣 更尖一些 要勾个荷花的花瓣 对吧 这荷花的花瓣 您看咱那个玉兰花的用笔啊 它会把这个花瓣 停顿一下 并不像荷花这么尖 这是他们的区分 能够明白吧 这也就是咱们在画线条的时候 经常讲到的提案变化 通过提案变化呢 来体现出花瓣的翻转 以及它厚度的这种不同体现 右边呢 一个课图考 左边呢 一个实物的照片 咱们在勾的时候呢 首先从前往后勾 我刚才用那个红色线条 给大家描了一下 先画这个刚才用红色线条 描的这一个花瓣 你想 这一点往下翻转的感觉呢 恰好就能体现出它花瓣的厚度 对不对 刚才线条太均匀了 你看有粗有细 不同的变化 它的花瓣很有意思 每年到冬天的时候 这个它的花瓣 就已经长得比较大了 并且毛茸茸的 一种这种质感 这是它那个花瓣上的保护棒 你看有停顿 收 这就是翻转 这个图片是我 课前随便找了一张 那么你们可以用这种方法呢 在春天来临的时候 不是来临的时候 在春天到来之际啊 你们可以在公园里拍拍照片啊 回到家 按照这种方法去勾画一下 也可以组合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作品的啊 就是我特别希望的是 我教完你们之后 能够遇到很多题材啊 怎么学过的题材也好 没有学过的题材也好 都能够自己总结一种方法啊 去练习 去创作 而不是说 这个离开老师 就什么都不会了 那一讲到这儿呢 我又得多讲两句啊 离开老师不会 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问题 你比如说刚才给大家看的 呃文正明 呃文正明 沈舟啊 陈纯 陈阔 是吧 他这种传承有序的诗诚关系 你会发现 他们在技法上 说实话也没有特别大的创新 也是 呃模仿 是吧 学习老师的这种画法 中国画的创新也是非常难的 有些翻转呢 还需要有一些主观人为的去处理啊 你比如说现在两边呢 画的啊 太一样了 就像搭了这一个小耳朵一样 这边呢 我就主观的给他再增加一片画报 你看这边增加一片之后 他会显得呢 还比较的平起 是吧 这边呢 也就比较的整 这边呢 相比较而言的话 变化就会比较丰富了 还可以给他增加个翻转 他这个保护瓣上 也就是这个花托一开始这个瓣啊 会有这种毛茸茸的感觉 咱们可以用一些干笔 给他体现出来 还有一点呢 这个玉兰花 离开老师不会是很正常的啊 您看我是不是给你们准备案例 也得看一看人家陈纯怎么画的 人家陈阔怎么画的 是吧 我都把人家沈州给扒拉出来了 让你们看看怎么画的 我想要给你们讲啊 就我给你们准备案例 我也是参考着大师的一些作品 包括古人的这种技法 然后总结一下给你们来准备 不是说我自己想象啊 就能给你们准备案例的 同样呢 你们也是这种情况 只不过是呢 技法上可能相对来说 没有老师熟练啊 但是在不久的将来 也有一种可能 这个 把老师拍在沙滩上 他的这种枝干 变化 是非常丰富的 你看这个柳树 杨树 他大多数枝干 你比如柳树吧 北方啊 柳树 非常好玩 一个南方的朋友来北方 他说你们的柳树 怎么都往上涨 是吧 到南方呢 大多数柳树都是这种垂柳 是吧 枝干呢 相对来说呢 也比较的直啊 这个北方的柳树呢 是先往上涨 然后 然后这样往下垂的 它是不同的 那个柳树 杨树更是这样 北方的这个枝干 都是比较直 那么这个玉树花的枝干呢 不管是小枝干 还是这个老枝干 它这种曲折变化 都比较方 我给他夸张了啊 就这样的 细微的这种转 那个 节点啊 会特别的多 你看 这就是一朵玉树花 和它这种 枝烧上的枝干 它不像一般的这种花 到了枝烧 枝干呢 会变得特别的挺 特别的细 用这种线条去表现 咱们在表现玉树花枝干的时候呢 取着变化 记得要丰富一些 这是它的特点 对着食物无从下手的话 就是 是技法上经验不够 不够 熟练哈 多总结 多归纳 时间长了 总会的 你看咱如何把这个白色的花表现的更加的突出 就是用这个花青色去给它轰染 你想画白色的核花也好 张大千很多白色的核花 它不是说单纯的只给它轰染着一圈 它都是用那些淡淡的核叶给它概括了 也是跟这种方法相似的 包括咱今天看到的沈舟那张作品 整个都是用花青色染的背角 你想想春天来的时候 你仰望天空白白的这个玉栏花 蓝蓝的天空 它不就是这种一个色调吗 我用这个淡淡的花青 给它染一下 当然咱们刚刚画的这个角度 花蕊看不到 给大家看到花蕊的那张图片 也是恰巧掉了几个褒 包括这个轰染的时候 不一定说我围着它的外圈 仔仔细细的描一圈 不是这样的 有些地方呢 可以给它多染一些 这就是一个白色的玉栏花的花发 这还不够全开 全开这个花瓣呢 还会往外继续开的 知道了吧 玉栏花它是这么 你看从这个底部开开开 一直开花瓣呢 逐次的去凋落 那么新仪花不是这样 新仪花可能一开始花瓣开开 开成这个程度 花瓣就掉了 现在呢 咱们就学习一下新仪花的花法 刚才讲这个玉栏花 你们能够明白吧 我这个讲的比较难 其实案例上这几朵花呀 出了一个角度 变化 都不如这个 复杂 如果听得懂的话 跟老师现在回复一个数字7 咱们再学习一下新仪花 新仪花呢 主要是用这个比较概括的笔法 来给他完成的 你们这个目标啊 太小了 怎么就学习老师一半就 太容易满足了啊 你们的目标肯定就是学习 在课后学习一些 更厉害的人啊 从古人那总结更多的这种经验 想办法来超越老师才可以啊 老师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自己的学生比自己画的好 而不是说这个看着自己学生 不如自己啊 很高兴 多教几种 咱们案例当中啊 待会画了 现在主要是学习一下这种线条的体验变化啊 因为勾花的课不是很多 你看似简单 在勾的时候啊 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的 岁数大了更不要紧啊 你们更不要被年龄 这个所限制了 人710是吧 多大岁数才在北京安家 来来回回好几趟 刚才讲那个开放的花 还有呢 这个花苞啊 白色玉兰花苞 一般啊 给它这么一勾就可以 在勾的时候 不要勾得太尖了啊 要给它 饱满一些 这个笔呢 你看 可以给它按的重一些 把毛笔按下去 这么去勾啊 这么去勾啊 它的花苞 当然呢 它的这个花托 用这种更重的笔 点出来 花托比较的大 甚至它的花苞可以这么去画 这露一个小尖 给它点上点这种毛茸茸的毛刺就可以了 这也是一个白色玉兰花花苞的这种表现方法 同样啊 紫色的新衣花花苞也是这么个画法 只不过是呢 把里边改成了紫颜色 呃 新衣花呢 咱们用到的银色是树 是用胭脂 加点太青蓝 当然了 你们该毕业了 还是要毕业了 要是想着画好再毕业 那我就肯定到现在还在学校 是不是 积点胭脂 再积点太青蓝 这个紫色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 你想让它淡一点还是更深一些 自己决定啊 但是笔法上你们要学习一下 找一支大号的尖黄毛笔 先调点胭脂啊 再调点 太青蓝 可以多调一些 这种紫色看到了吗 千万别用颜色里边自带的那种紫色哈 那个紫色画到画面当中颜色太生了 我现在调好以后 我把我的毛笔呢 重新啊 涮得特别干净 有金条 有金条 是不是心里有底啊 画 比课图稿画毛笔 这个掌握得更好是吧 肯定就是你画 作业的时候 心里压力比较大 你想我在画画的时候 老是考虑这考虑那 画出来作品 总是不尽人意 就是很多笔触呢 太刻意 当很放松的时候 没想着把这一张画 非要画好 反而 会出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还适合毛笔一侧去沾点那个紫色 所以呢 你们在画作业啊 一定要放松点 对 我 我 我都可以答应的啊 你们不必 没关系 毛笔呢 虚起漏尖啊 因为他那个花瓣呢 我刚才讲啊 虽然不要和花那么尖啊 但是呢 你看毛笔不是这么漏着尖去点啊 稍微那么有点侧 总体来说啊 还是一个比较饱满的 他花的底部啊 要给他收起来 这是一半 再勾定一半 两个呢 合在一块的花瓣 这呢 后边呢 给他 虚起虚收 这么一笔 咱们讲了吗 新衣花呢 他外侧颜色比较重 内侧颜色比较淡 那么里边淡的颜色呢 咱怎么画 直接就给他留白 哎呀 在这儿给他勾过来 您看 两个花瓣 三个花瓣 不 无论你是勾两个还是三个 多少样 让他呢 有一种包裹在一块的感觉啊 巨龙起来啊 压下去 收 哎 这边还是 勾过去 如果你想多画这个花瓣啊 顶多从这儿再给他来上一笔 就可以了 不要画太多啊 因为他都裹在一块了 或者是呢 从里边也可以 后边两层 一层 两层 对不对 裹在一块呢 能够明白吧 什么情况 有音乐声 有音乐吗 你们那里 好了 你们再笔着啊 跟我画一遍 毛笔一侧去蘸颜色 稍微调一下 把毛笔想让他宽一点花瓣哈 就给他按下去 然后呢 再往回收 把毛笔抬起来 这就一个花瓣 现在画的是新遗花 比如咱们课图稿当中啊 有那么一朵新遗花 开的比较大 所以呢 它的另一侧的 就是内侧的花呢 内侧的花瓣 白色露出来比较多 所以呢 在后方勾的地方 也会变得比较多 用笔啊 当他比较轻的时候 这个花瓣从一侧去看 看的话 它肯定就是比较薄 当你把笔呢 按下去 也带出来了一些翻转的变化 能够明白吧 你比如一条线 它如果很均匀的话 它就是一个平的 很薄 当你呢 有一个停顿 它会加厚 对不对 变薄 加厚 变薄 再画 加厚的 薄 加厚 变薄 你把这种变化呢 能够用到一个花瓣当中 比如这儿 这种方法呢 同样适用于啊 荷花 这种表现方法 那你如果呢 单纯的勾两条线 就单纯的勾两条线 勾个豪花 花瓣的外形 那么它就是薄的 对不对 或者是一个平面的 那么当你把一侧的一条线 注意它的天变化的时候 按下去 提起来 按下去 您看 这个花瓣 立马就会变得有厚度 有翻转 对吧 有什么练线条的方法吗 多画 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一定就是多画 刚才讲了 玉兰花的花包呢 非常的大 那么 它比较大的同时 它这个 外边的保护瓣 也会比较大 那么心仪花 与它不同 它的花托 相较于玉兰花来讲 比较的小 所以咱们在画的时候 也要注意 这一点 它是有不同的 就像发的 这个叶子的小嫩芽一样 但枝干 几乎是 一样的画法 还有一个特点 玉兰花可以长得很大 那么我至今是没有见到 特别大的心仪花 心仪这个树长的 都没有这个玉兰花 那么大 枝干呢 还是就是中锋用笔 多一些曲折变化就可以 至于它的这种花蕊呢 一般都是有花瓣挡住了 没有 看得特别全的 咱们这个地方呢 就先用这个墨色 给它概括一下 就是它的瓷蕊 比较大 从这个花瓣一侧露出来了 熊蕊呢 围着一圈 比较的少 那么咱们在画案例的时候呢 用到的颜色 是三青 加点 珠标 颜色可以丰富一些 好了 这是关于新衣花的一个画法 这露出来了 一点花心 绵羊的新衣花比玉兰 大得多 真的呀 这是新衣花的一个画法 大家如果能够听明白的话 再跟老师回复一个数字8 好不好 还是分不清两种花的区别啊 一个白的一个紫的你还分不清吗 好 还有一种那个白粉色啊 那个粉红色的就是二乔 在上课的时候给大家讲了 咋调的紫色啊 我再讲讲吧 胭脂啊 加太清兰 具体太清兰多少 胭脂多少呢 你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调啊 最能打动你的紫色 就是最合适了 是吧 我就是讲 他那个多少毫克 加多少毫克 这也不管用 只有最打动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 就像画一张画 一张作品呢 你首先要打动自己 才能打动别人 如果你自己觉得不好啊 别人啊 肯定这个觉得好的可能性 也会非常小的 牡丹当中也有二乔 这个品种啊 当然了 不是曹操特别喜欢的 但也是根据他俩的名字来起的 因为都是比较好看 再画一片啊 再画一朵 这是那个紫色的新衣花啊 不过呢 这三个花坝画的呢 这三个花坝画的呢 有点太平均了 你看 当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 自己也要及时发现 你看我自己个人在画画的时候 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 要及时解决它 32 triple conversion ін 特别的平均一个两个三个 并且它的造型啊 中间的这个距离啊 对吧 都太过于相似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一定要想办法把它给破掉 能够明白吧 画一个花瓣也好 就是画一组叶子也好 就切记不要把它表现得太平均 刚才讲了都是那个九个花瓣啊 花瓣收笔啊 单独画一颗 漏风齐笔啊 按下去 把毛笔慢慢拍起来 放大一点啊 怎么破啊 凭经验破 就别让它对齐就是了 毛笔呢稍微侧一些 你看了吗 这一朵花瓣 然后慢慢的抬 这不就收起来了吗 毛笔侧着啊 漏风侧着往下点下去 然后 这毛笔你看 稍微拧起来 这样收起来 这就一个花瓣 怎么破 怎么破啊 你出现成号的时候怎么破 是不是很难破 这种方法是无解啊 那么你出现这种平行的时候 怎么破呢 可以给它这么交叉 是吧 通过只干的变化来给它破 那么这个呢 也是 可以在后边再给它加上一个 加上一个之后 你看 它就不至于 一二三排列那么整齐了吧 咱们开始画案例吧 这节课呢 进行的比较早 如果课后能空余出时间来 再教给大家画一些其他的内容 我在六点半左右的时候进直播间 然后与好几个同学讲了一下 这节课的内容比较简单 但是呢 对比法上要求比较高 还有一点就是 这节课尺幅比较小 大家画起来可能相对来说也比较的轻松 可以画案例的话 你们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9 好吧 今天用到的是一张四尺 四开的作品 趁着这节课简单呢 正好也是一个周末 你们把没提交的作业该补的补一补 到了下周之后 我给你们讲讲那个内容 你们可能就得吓一跳 咱们要学习这个 仙鹤 这个画法 也就是单顶鹤 还有呢 孔雀 还有呢 松鼠 你们看这个 一个比一个难 一张比一张大 我进直播间 我每次都是六点半进啊 这个我都好像不用 不用再说了吧 那个到时候 直接进来就可以 定个中心点 33乘66可以啊 因为很多厂家的宣纸 它的尺寸不是特别的固定 把它叠得更小吧 好期待我的松鼠 我觉得那个 我也把松鼠的案例 做了一些调整 跟其他老师 可能会有一些 区别啊 应该松鼠 这一节课应该就是到 下个周的周五啊 就可以学到了 咱们这节课在画的时候呢 首先要画这个新一花 新一花在哪位置 就是中心线啊 压着这个点 靠下在这个位置啊 不要画太大了 大小一定要把握好 对 后边还有那个 小猫的画法 为什么六点半 不是说那个点上网 点那个上课的网页 就可以进来了吗 六点半 那个提前进来的同学 你们是怎么来的 这个提前开小灶 你们这些提前进来的 不能吃毒食啊 你及时分享给那些 没进来的同学 打毛笔拴干净啊 咱们先来画前边这两朵新一花 放视频号啊 其实课前那些内容都是大家 学习过的呀 或者是比较简单的一些内容 这个也不要太在意 我那个以后会发更多的 比较有价值的视频再给你啊 无论是画的作品也好 录的视频也好 都会 再给你们发的啊 毛笔一侧 这样挑好这个紫色 在这个吸水纸上试一下 它的颜色啊 感觉可以了 咱们再去画 这一个花瓣 确定好位置的中心点啊 毛笔呢 如果水分不够 可以再去蘸一点水 蘸点颜色 继续 你看 这一个 哎 有一半边 是吧 这么扣起来的 就这么个角度 你看我这根手指啊 我这个手指头 这个地方一天到晚啊 我发现就没干净过 就是天天是磨 都磨出这个 一磨很硬 这个地方 就像上学的时候 写字啊 磨的这个桨子一样 中间这条线 后边呢 看到内侧的地方 咱们都是用线去勾 因为它里边是白的 这个地方呢 与另 旁边这一朵花 有一个遮挡关系 所以呢 咱们在画这一半花的时候 要给它先空出来啊 先去添加 这一朵 这样显得我画画够努力 是吧 有个标志性的 地方 一个花瓣 然后呢 这个地方要给它留点空 同学们 因为可以适当的看到它 一点点的这个花蕊 颜色呢 略微有点变化 毛笔啊 可以加点水 不要说紫色全都一模一样的 好了 这边这个画瓣呢 顺势给它添加上 按下去 收 为什么呢 不鲜化呢 要把握好它家这 这个 前后的这两 这两关系 因为有个尖啊 被它给挡住了 好了 我可以等着你们把这两朵花画完 跟着画的呢 你们画完之后就跟老师回复一个数字5好不好 我看那个 这节课有多少人能跟上 因为非常简单的一幅作品 这么快 我还没画完呢 我发现你们可能就比较喜欢啊 这种画法 这种画法呢 现在这个 上小学的这个学生啊 都不会让他跟着一块去画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学画画的时候 我那老师就是像咱们现在一样啊 就是画上一组画上几笔 就会让大家一块比着画出来 不过那时候学的内容非常的简单 不像咱们现在那么复杂 画完这两朵新一花以后啊 咱们先去添加它的枝干 新一花的枝干在画面当中 要记住啊 猛的一看啊 它跟这个玉兰花的枝干呢 好像是连在一块的 对不对 咱们在画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区分啊 给它断开 但是呢 连在一块呢 也要明确它们之间的浓淡变化 新一花的枝干 墨色更浓 大号的煎好毛笔啊 看这个用笔我还是不从下边直接进来 我从哪呢 这个花的下方这一侧啊 先给它画上一笔 小画呢就要做到每一笔啊都值得推敲啊 也就是咱们讲的这种笔经莫妙才可以啊 那样大话呢 讲究的是这个在画面当中啊 整体的气势 所以画大话呢 所以画大话和画小话注意的问题啊 还是 不同的啊 包括在方法上 也有一些 不同 在画大话的时候对这种疏密快面 更加的注重 从这儿 尽可能的出现一些干笔 这样看起来会更加的生动一些啊 再继续啊 往这儿画了以后就不要再往后画了啊 后方呢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白色玉兰花 它们前后有遮挡关系 一些小的细节啊 都可以用一些星星点点的笔触啊 慢慢的给它调整 不是说我一遍就可以 就是一笔就可以画出很多变化 不是这样的啊 在调整的时候呢 就需要长时间经验的积累 而不是说 因为你缺少经验的话 你不知道怎么去调整 还有就是看不出来哪里去调整 这也就是需要大家课后呢 多练 在多练的同时呢 还要多看 甚至有些时候多看比多练啊 还要重要 你首先要知道什么样的作品是好的 什么样的作品是坏的 这样呢 你在画的时候才会有目标 有方向 好了 咱们再勾一下 上边这些花 在勾之前呢 把一个淡墨的枝干 给它穿插一下 在画的时候一定要给这个玉兰花留出位置 你别到时候画完去看发现 哎 玉兰花添哪呢 没空了 这就麻烦了啊 先挑到右侧 还是刚才这只毛笔 墨色呢 淡一些 这个淡墨呢 不是说我涮的啊 这个墨往纸上一画 特别均匀的淡墨 这个淡墨要把毛笔啊 重新涮干净 然后呢 在墨的 这个盘子边缘 给它重新调一个墨 调的这个淡墨呢 你再画上去之后 它有这种墨色变化 来 现在试一下啊 水分不要太多 还是先画它上边这一部分 不着急画出枝的地方 行笔速度啊 有快 有慢 线条呢 有粗 有细 有浓 有淡 时刻想着这种变化 因为往右还有一组 所以呢 给它衔接过来 衔接的地方 可以让它蓄一些 这种交叉问题啊 一虚不一时 好 先画到这 画到这以后呢 因为这还有一个 玉兰花啊 有一个这档关系 平行了 再给它破掉啊 这个地方呢 继续往上走啊 记得啊 这有个花 先用指甲 可以给它圈一圈 它在画面当中位置 然后呢 这儿还有个花 对不对 上方还有个花 曲折变化啊 飙得多 在一些节点的地方 你们看一下 我都会用一些浓墨啊 给它这么点一下 这样呢 会觉得枝干 它们之间衔接的更紧密 更结实 这儿出来一小枝是干嘛的呢 就是刚才讲啊 平行了 把这个空啊 给它破一下 这种地方可以到后来再处理 现在给加上 也是可以的 画完这两个枝干以后 咱们就要勾玉兰花了 我可以稍等你们 一会儿 边调整着啊 我调整完之后 咱们就开始勾 这现在的调整呢 就是为了把这个枝干 刻画的更加的生动 而不是画枝干啊 单纯的一个线条 这是最初级的一个阶段啊 所谓的一个中锋用笔啊 画出来就完了啊 毕竟中锋用笔看上去啊 还是变化没那么丰富 你想这个地方呢 中锋用笔 没有问题 在其他地方呢 也有可能是中锋用笔 但中锋用笔画完之后呢 你的意识要有 给它再去调整的 这种想法 让它如何变得呢 更加的生动一些 可以了 可以了吧 咱们就开始勾这个玉兰花了 勾玉兰花的时候 我先勾一个花瓣 确定一下位置 我再把它给放大一点 先勾这一个啊 B在一块的 还开放没那么大 在这个位置 找一个煎毫毛笔 中号的大号的都可以 然后呢 蘸一些淡墨啊 这个牌里墨色本来就不要的淡 对不对 所以呢 咱们把毛笔 蘸完水 吸一吸 这个淡墨怎么调 淡墨也要有浓淡之分 因为这个 虽然是淡墨 你要 就比如刚才画枝干 我讲那个墨色不宜太重 那么同样你会发现 这一条线条下去之后啊 有淡的 有浓的 那么你勾一个很细的线的时候 如果也有这种浓淡变化 那岂不是更生动了 你看 这个牌里呢 它本来是淡墨 咱们在蘸的时候 用干净的毛笔 也是啊 侧面去蘸一蘸 来挂一挂 这样就可以了 先来勾最外侧的花泡 一个 两个 记住花泡的尖不要太尖了 现在呢 后方 这个地方 把它们包在一块 这有一侧呢 哎 又包着后侧 这一个 然后他们都聚拢在一块了 里边呢 一条线 两条线 加上 什么意思呢 代表着 里边还有两半 是裹在一块 没有打开的 一条线 两条线 这边呢 让它整体一些 所以呢 这边咱又找出来了一个变化 撇出来一块棒 玉兰花呢 看起来它就是比较的饱满 所以要画的沸沸的 我用的是尖号毛笔啊 勾完这一个以后 咱们再勾这一个啊 它的左侧这一朵 位置啊 按提 对吧 这一朵花 就是一个花棒 通过这种粗细的变化 来体现出细微的这种翻转 啊 毛笔 有个停顿的动作 然后 哎 过来 翻转上去 你看 有一个细微的这种转折 这个地方 我现在放大一些 在它的下方再压上一片 花瓣 尤其是在画线条的时候哈 咱们这个 气哈 不要断 这样勾液金我讲的啊 憋着气去勾 所以他我在勾这个线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画突然会变得比较少 因为讲着的讲着画呢 他这个线条跟你憋着气 画的这个线条呢 我认为哈 在这个力道上还是有区别的 当然不是说一定要憋气才能画哈 你画一些比较放松的线条的时候 可能就得讲着话唱歌是吧 哼着小曲才可以画 你看 花瓣的线条 我们评论 多零模呀 一定要多零模 从优秀的作品当中啊 去找它的这种变化 主观的再给它多加一瓶 这有个穿插的变化啊 在枝干后边 那么这朵花呢 画到这个位置 包括几个花瓣 咱们就算是画完了 还有上方有一朵呢 是它的背面了 背面的呢 要画几个比较大的花瓣 然后透过去之后 再画几个尖就可以了 您说 就是你们问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我每次练习啊 画不成老师这样 那我还想问 我每次 我也想问问陈琴 为什么我也画不成他那样 是吧 肯定就是还是练的不够啊 这是一半 你看当你把这一笔压下去的时候 它会自然而然这个花瓣呢 往这翻了这么一下 对吧 这个角度啊 咱们在画水仙花的时候 就学习过 背面 这不是换了一个花 瓣呢 也更大了 就是从它背面 你比如说花托在这 花托就定在这 它肯定会露出来 内侧的几个花瓣吧 好了 你看 每一个花瓣有规律 就是它一侧画的比较多 一侧画的比较少 你看这个 这一组呢 都扣在一块 这一边给它挑出去一个花瓣 这一组呢 左侧花瓣比较多 右侧花瓣比较少 这一组也是 它的右上方花瓣比较多 左下方花瓣比较少 多少 方圆 外形这种 参差不齐的变化 都是对比 所以呢 画面有了对比 它才会有节奏感 一定要注意到这种问题 好了 那么咱们画完这些 画什么呢 右侧还有一个 右侧这个玉兰花 在勾的时候呢 它的转折变化比较的多 那么怎么去画呢 对 就是有多的 有少的 它就有了书密了 就有对比了 我给你们点评作业 时常会提醒这种问题 这一步你们都画完了 注意哈 就是这边 与右边 中间呢 是有很大的白空 这也就是关系到整个画面的 书密关系 整个花呢 大多数都集中在画面的左侧 回复数字8代表那个画完的意思 对不对 大小 不好掌握吗 这是一张 每个花瓣 您看一下啊 在这个颜色管多大呀 自然物像当中啊 一个花瓣就跟咱们这个吸管颜色差不多大 加上它的根啊 哇塞 怎么还有问 对 你说的对 颜色是12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画画的底部收不住 给它画散了 好了 那么咱们画一下右侧这一朵啊 右侧这一朵呢 先入笔 就得画一个带翻转的花 我们确定一下位置啊 我给你们放大 在这 在这 画个圈 画给它移过去 先来画第一个花瓣 第一个花瓣呢 翻转的 怎么画啊 这 怎么一个角度能够看明白吗 这么往外偏的一个花瓣 如果你的线条呢 都非常细 非常一致 或者是 很均匀 这种线条 它就体现不出这种翻转 哪怕是你把这个翻转的形给它描出来了 但是翻转的感觉依然 不够生动 哇塞 那您这个颜色管太小了呀 可以买一盒大点的啊 怎么用颜色那么多 带着一点翻转啊 怎么扣过来呢 然后继续啊 这个地方呢 你看这个花瓣是往外撇的 对不对 这个花瓣呢 是往上翻过来的 对吧 往上翻过来的 这它这个尖部 这是它的尖 继续往里添加 里边这花瓣呢 它还带着一些细微的翻转 再往后加 这边呢 这边呢 在上方是往里扣的 再往后给它画上一层 现在画了几个画包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 对不对 看来这个都能看到了 把剩下两包咱也都画上吧 这儿给它加了一包啊 再往后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开放比较大的一朵玉兰花 这个勾花点液啊 是咱们写一花鸟花最基础也是非常难的一个画法 你看咱们之前所学习的课程啊 都是册封啊 点一个花瓣 或者是呢 这个把笔封藏起来点个花瓣 画茶花也好 画什么 零霄花 紫藤花也都好啊 咱们是用颜色画的 哪怕你画不像 你颜色调像了 它也挺好看 但是关系到这种勾线的方法啊 它肯定还是有点难度的啊 因为用线条去造型 这是中国画最有魅力的地方 所以呢 这张画看似简单啊 你们一想 原来被老师骗了 那么难 小微缩小一点啊 我把剩下的枝干给它补充上 剩下的枝干呢 一个是左侧有两花包 还有它上方这个位置啊 都有 继续用弹幕给它补充 与这个浓的呢 产生一些区分 你看这个花包啊 这种细微的遮挡啊 就是案例当中 或者在一幅画当中 它比较精彩 耐看的地方 这些 给它加一些小细致 这节课当中啊 当然有两只这个麻雀 也是大家一直想学习的这个小鸟 这两只麻雀呢 相较于你们之前所见到的麻雀 在画法上 可能又会 难上一个层次 你看线条都比较的短啊 通过短线条 体现出它这种枝干啊 转折的变化 注意细节哈 我往往在画这个 枝干衔接的地方 怎么弄呢 点一笔重的 让它衔接更紧密 当你有这一笔 没这一笔的感觉 完全是两码事的 待会给它点花包 不是点花包 是点花托啊 两个主干左侧有点平行 您说到这儿吗 孔雀用的是 生轩 除了最后一节课 公笔牡丹 其他课程啊 还有那个莫谷 其他课程全都是生轩 那么你既然发现 它有点平行了 那么你在画的时候 就要把它给改过啊 就可以避免 不过我觉得还可以啊 不算是平行吧 可能每个人的平行的标准啊 不太一样 这些地方 给它加一点 这盖上的变化 半身手也可以啊 又拧又翻的啊 如果想画简单的 当然也可以的了 就是我在课堂一开始 教给你们的 就你们 看一个棒 就两笔画出来就行了 也不考虑这个用笔的天 变化 方向的转折 不考虑这些 当然也能画成一张画 不过这种画法 很容易城市化 就是你画多少画 都一模一样 那么当你考虑到变化的时候呢 你的作品啊 才会更加的有趣啊 每一张才能保证不一样 花苞 先给它勾一下 再点这个花托 这个地方 所谓这个花托 就是它这个花苞 整个的保护棒啊 这边呢 这边有两个 对不对 那么这边呢 就点上一个 就够了 另一个呢 你会发现呢 是在只干的 后边 千万不要说 这边点点两 我这上面也点点 时刻想着这种对比啊 区分 这个地方挑出来一个 你看就是这种 钉头书尾的用笔啊 就画水仙花的用笔 到这节可给它放大了 好了 你们那个没有画完的呢 现在就可以笔着 去继续完成一下了 我呢 我呢 来调一下 颜色 先调花托的颜色啊 花托呢 用到了 这十 三绿 因为三绿 用的比较少哈 我没有在这节课的颜色 里边打出来 当然还有淡漠 让它沉稳一点 并且这个 他俩的 花托颜色和玉兰花 是有区别的 三绿 再调它花托颜色呢 一定要厚一些 不要太轻薄啊 这样它的覆盖能力 就没那么强了 也就是用 折磨色 折磨色为底儿 然后呢 再去加点三绿 这个颜色画 调出来啊 感觉比较的粉 你们看一下 这种灰灰的 这种折磨色 标的灰 先点这一个哈 再点这个 保护棒哈 可以给它点的稍微大一点 这样呢 整个花与枝干的衔接呢 看上去会更加的稳妥 衔接也更加的结实 一大一大一小 现在放大啊 点一下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学会位置了 找位置 不是说 随随便便就能点啊 上方这个背面的 尤其重要 对啊 这不是一颗 是两颗 待到春天的时候呢 这个公园里的花开的都比较茂密啊 所以呢 有些枝干会交叉在一块 那么组合到一张画面当中 当然也是可以的 这一笔 比较的大 哎 这里呢 稍小一些 质干后方呢 有个遮挡 待会还要给这个花拓 做一些加工 不是说现在点完就完事了 把它那种毛茸茸的质感 要体现出来 这个花拓 点的比较大 看到了吧 下方两个 漏风去点就可以 时刻想着这种变化 而不是说 左边一半 右边一半 右边一半 都一模一样大 那样就显得有点 太乖 太蠢了 你看点上花拓以后呢 它会觉得呢 与枝干衔接的 更加的 结实了 这个地方没有串起来了 继续给它添架 右侧的枝干 再点这个花拓 一笔点下去 你看刚才呢 几个都是围绕在花拓 花瓣的那个两边 或者是一个花包的两边 那么这个呢 我直接给它点在正中间 每一个点的位置呢 都要有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呢 在后方 就要点在枝干的后边了 给它精细一点 这个给它 露出来这么一点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这个花呢 它开的比较大 它后边的保护板 肯定是看到的 比较的少 或者是看不见 咱们就点这么一点 意思一下 就OK 那么这个心仪花的花拓怎么点呢 咱需要积点花青 还有藤黄 我认为啊 就在此这个基础上 就刚才点这个花拓的基础上 让它再绿一些就可以 所以呢 需要用点藤黄颜色 对 方向不同 它的大小啊 也是不同的 就是我刚才点这个花包的 那个花拓颜色 我没有把毛笔涮掉啊 也是一个折磨 折磨加三绿的一个颜色 用这个颜色呢 直接调了藤黄和花青 你看这个绿色啊 因为有褶石在 它并没有那么的亮 可以多加点花青 这种淡淡的草绿色 为什么我要加褶石和三绿呢 直接用花青和藤黄去点不清 不可以吗 因为这个加点褶石啊 和三绿他俩的一个颜色 是矿之颜色 点上去呢 它的覆盖能力更强一些 也显得这个花拓部分更加的厚重 我讲了哈 它这个花拓地方 就像长发的小嫩芽一样 点的时候要松一些 不要点的那么敦厚了 有一些区别 好吧 那么这个 空里呢 再点上一个心仪的花苞 一侧啊 这样紫色 露出来这么一点 在空里呢 白空里给它用淡淡的紫色 添加上 恰好呢 通过这个紫色在后边呢 也能把这两朵花给它区分开 如果你觉得这个尖呢 不够饱满 我可以再用重的紫色 给它调整一下 现在画面当中呢 所有的花以及花苞 花拓啊 全都画完了 如果想让它再精致一些的话 咱们就要给它点上花蕊 花蕊呢 用到的是三清加珠标这个颜色啊 很多同学很奇怪 为什么三绿还能加珠标 你调的时候呀 不要调太匀 教给你们个方法 其实这个方法挺像油画里边的这种 调色 因为它那个花苞呢 里边的 花蕊 因为这个花蕊呢 它比较的厚 比较的粗壮 咱们在画的时候呢 也要把那个感觉给它体现出来 调色呢 你看 我重新调一下 你们看一下 白玉兰和紫玉兰 要是讲白玉兰和紫玉兰呢 会更加专业一些啊 三清 这么调 然后用笔去占珠标的时候啊 你看 就蹭两下就可以了 不要再去调了 因为绿色和红色调在一块 你调太均匀 它肯定是一个比较脏的颜色 咱们现在呢 去点出它这个花蕊 看看是什么样的 先点这一个 这样呢 颜色看上去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啊 你看 对不对 顺便把 右侧 这一个 一个的点上 右侧的这一个呢 因为这个 与案例上略有不同 放点个尖就可以了 让这个花呀 花瓣给挡住了 待会儿再点一些 熊蕊在旁边 这个时候呢 点完中间这个花蕊 咱们就可以把它给调匀了 调匀以后 再占点折时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颜色啊 比较亮 偏红 周标 加一调 围绕着这个 3 给它这么去点 按笔往回收 往回收 有大有小 有书有密 因为这一张画呢 咱 起码要有一朵花呢 花尾看的是比较的仔细的 所以就定在了这一朵上 这 它的责任呢 在画面当中也是 非常的重要 你看 这样就点好了 来 缩小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再给它 稍微露出来一点 这个熊蕊 如果啊 您这个花瓣 这个地方 我在画的时候 这一块画的有点鼓 对不对 如果不鼓出来 这一块的话 那么同样咱这个 同样这个花蕊 可以再往后画一些 往后画一些呢 那么它的熊蕊啊 理所当然也会露得更多 因为这个花蕊 毕竟要长在 什么 花的中心位置啊 你不能说是为了加花蕊 随便找个空给它添加 这是不可以的啊 要对准你花的整个中心位置才可以 好了 那么这两个心仪花呢 在花蕊上 其实它们的 呃 长的还是比较像的 那么在画面当中去表现的时候啊 咱们就不能给它画一样啊 画一样了 嗯 一是没有节奏变化 再就是呢 你都画一样 在画面当中出现太多了以后 也没有重点了 所以呢 咱们就用刚才这个颜色啊 给它加点墨 降低一下它的亮度 因为不要抢主角 在画面当中的重要性 这就跟那个拍个电视剧一样啊 公主呢 穿的衣服 华丽一些 这个丫鬟呢 肯定就是灰头灰脸的 是吧 衣服也更淳朴 那么如果花蕊 每一个花花蕊 点的都那么漂亮 那么精致的话 那么到底谁是公主呢 分不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一张画面当中 无论你是画玉兰花 还是画荷花 还是画牡丹 都要体现出来一个主要的地方啊 和次要的部分 这地方稍微漏了一点 隐隐约约的看到这个花蕊了 这个呢 花蕊从这露出来 它根部 还可以在它的周围呢 就这个花蕊 我给它加长了啊 再点上一些雄蕊 笔法上和这个像死布 颜色上比那个要 灰好多 好了 花到现在呢 基本上花就算比较完整了啊 咱们再稍作调整 就基本上把所有的玉兰花 和新衣花就完成了 调整哪呢 利用刚才 这个点新衣花花蕊的颜色 再去蘸点墨 蘸点褶石 你看又是什么颜色 灰灰的颜色 对不对 又灰又黑 又灰又黑 这个颜色干嘛呢 还那么厚 把毛笔呢 还要把水分还全吸掉 谁知道拿这个啊 这个当然不是画中葵 也不是画石头 把它这个画拖上啊 一些融质的感觉体现出来 忘不了那两只鸟了 用这种散风啊 给它点一点 我基本上啊 就是把花玉兰花 所有的要点啊 全告诉你们了 而不是说 有所保留的啊 就讲一部分 虽然比较简单 其实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啊 并且画起来 不像看着那么简单 现在你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吧 就是很多画你看着简单 不一定简单 不一定简单 很多画你看着复杂 它不一定难画 它也不一定说就好 是吧 您看七百十呢 寥寥数笔 一拍就上亿 它好在哪呢 别人就整不了那几下啊 好了 那么咱们呢 再把这个玉兰花 到最后啊 再照染吧 这样效果会更加强烈一些 现在咱们开始画麻雀 画面当中这两只麻雀啊 要注意它的这种姿态 一个是站在枝杆上的 一个呢 是往前飞着的动作 今天早下课 你们还能逛街 这周五啊 确定一下麻雀的位置啊 头 在这个地方 确定头的位置 你首先要确定它 身子有多大 在这个地方 然后再确定头 我先放大啊 发青色 找一只这个 尖号楼笔 你们可以用一只小号的 或者是中号的都可以 先占龙墨呢 画它的 嘴 眼睛 能画得下吗 这不是空还好大吗 肯定能画得下 麻雀 它很小呀 对不对 麻雀长得很小 可以先确定一下眼睛的位置 然后呢 再确定一下嘴巴 因为它嘴巴比较小啊 所以呢 咱们就给它比较概括的这种用笔 给它提现出来 不是说我要勾的 中间一条线 上边一条线 下边一条线 这种嘴啊 适合画稍大一些的鸟儿 你想那个小燕子啊 小麻雀 它的嘴都比较小 把它一个嘴的形表现出来 这是最重要的 眼睛周围呢 给它称一下 往前看 你就点前边 你想让它翻着眼往上看 眼睛呢 就可以给它点上边 笔尖沾点水 不要像刚才这么干了 它这呢 有个小黑点啊 过度的变化 整个鸟嘴 眼睛啊 头部这一块 内部的结构就画完了 接下来呢 要调一个折磨色 来画它的头 折磨色 折磨色啊 折石 加蛋默 折石加蛋默这个颜色啊 你就想象一下 你见到的麻雀 是怎么一个灰色啊 或者怎么怎么一个棕色 按照你想象的 你见到的这个颜色去调啊 也没有固定的一个标准 你看 加上这个头 它就会精神好多了啊 你看我故意把头给它 画得比较平 而不是说一定要画得很圆才可以 然后头部之后啊 画它的翅膀 用同样的这个折磨色 你看这个姿态像不像咱学的这个代圣的姿态 毛笔刷一刷 笔尖呢 沾点浓墨 来画它翅膀尖 还可以用浓墨给它点上一些 它的斑点 肚皮是白色的 那么咱们用一个淡墨来给它表现 这一笔淡墨呢 要肯定概括 非常淡 因为这一块呢 正好被 什么 花瓣挡住了 墨色呢 移干 不移 湿 下面这个墨干啊 让它蓄一些 翅膀都行 可以再给它调一下 尾巴呢 用一个比肚子上的墨色稍微重一点的 这一笔啊 掌握好它的方向 然后呢 可以再加上几笔 来给它生动的刻画一下 爪子呢 待会儿去添加上就可以了 等它干一干在天际下爪子啊 上边身子啊 画的 略微有点长 可以把这个枝干给它加粗一点 看能不能 这点丑 来 它粗一点 待会儿呢 爪子就抓在这个枝干上就可以了 等它干一干在天际下爪子啊 现在呢 再画一只飞着的 飞着的 在画面当中呢 在哪呢 在哪呢 从 中心线靠下 基本上就在整个中心线下边这个位置 它的头呢 在这 麻雀啊 不要画太大 可以画的偏小 但不要偏大 偏大了就不像麻雀了 看好位置 我就开始画了啊 我从头到尾呢 一直用的啊 是一只煎好的大号毛笔 你们呢 可以用一个中号 这样呢 它这个水分更好把握 只要有笔锋 这个毛笔啊 画什么都是可以的 来 先从它的嘴巴开始 小嘴儿 表尖 画眼睛 画眼睛 这个呢就可以把眼睛啊 点在上边 找一些变化 眼睛 两边 给它用这个 重的墨色 点一下 这样呢 同样在它脖子地方 有一个黑点儿 啊 这是它的头部 眼睛 嘴巴地方 就画完了 往下过渡一下它的肚皮 你们要是不知道麻雀长什么样 你们客户啊 一定得搜一搜啊 用弹幕呢 把它嘴巴这一块 衔接上 流出来 它脸 脖子这一块是白的 然后有一个小黑点儿 包括这一只麻雀的嘴巴 也要让它整体一些 用刚才调的这个折磨色 画出它的头 然后呢 侧风 用折磨色 画出它的身子 在画身子的时候呢 就要把它的翅膀的方向 给找出来 出差刚回来 那就今天好好休息 明天看回放 再继续画了 这是它的背部 对吧 它翅膀尖呢 这个颜色表的重啊 收盘 你看这个 引手往前看 对不对 下边这个眼睛往上翻着 心里想 看啥呢 是吧 因为你比弹幕 把它的腹部啊 同样添加上 这个飞着的姿态 同样也可以看到它 这个腹部 可能是看到的比较少 这一块 飞的姿态呢 再给它好好找一下 然后去给它添加它的尾巴 以及翅膀的飞鱼 从背部往尾巴衔接的这一块 折磨色呢 会变得比较淡 浓墨 测风 就这样的浓墨啊 就是之前学到过的 点羽毛的这种用笔方法 下边呢也是啊 同样的笔法 对 这只麻雀呢 是翻着点白眼 一块 它翅膀尖上才是这个 比较重的膜啊 然后它的身体啊 上有一些灰色的斑点 可以用这个浓墨 原来再点一点 或者中斗墨色点都可以 尾巴呢 可以 从里往外用笔 也可以从外往里收 嗯 这就是两只麻雀 画到这呢 咱们整张案例基本上要画的部分啊 基本上就都画完了 再给它调整调整 染染色 就OK了 嗯 最后呢用花青来衬一下 玉兰花 非常非常淡的花青色 老笔一定要干净 嗯 挑淡淡的花青 鸟爪子这还没干啊 等干了再去勾 注意这个淡淡的花青色啊 不要太浓了 您看我这个花青色啊 大概就这个浓度 啊我知道麻雀的爪子啊 那个枝干还没干 等它干了我再去勾 哎把这个白色的花 用这么个淡花青色一称 要搞清楚你画的啊 哪些是花瓣哪些是那个 预兰花 哪些是白控 哪些是预兰花 别到时候染着染着 把那个花瓣一块给染了 这就麻烦了啊 这就麻烦了啊 水可以大一点啊 千万不要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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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了之后这就没法调整了 有些时候啊 在轰窄这个玉兰花的时候 它不一定要完全按照这个勾画玉兰花的花型 如果你想空出来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花的话 你比如这个地方按道理来讲 我可以把这个空给堵上 对不对 那么我可以呢给它空出来 这也是处理这个手法啊 当然呢这个地方 咱们还是要给它染上了 我只是举这么一个例子啊 根据你自己的画面 好 好 那么咱们再勾一下 两芝麻雀的爪子 浓墨去勾就可以 先勾这个 您看我放大一下 看怎么勾 先勾它里边的爪子 让它呢 能够抓在那个 枝盖上 这个齐笔的位置与枝盖有点空隙 而不是紧紧的贴在这 贴在这呢 你就像拿一个胶水 粘了三根小黑棍一样 这样不可以啊 有点空间 它显得会更加的自然 看到了吧 这齐笔是超过这个枝盖的高度的啊 三个爪子往里这么一凑 另一侧呢 咱们就不管了 让它趴在这就可以了 对今天准时下课啊 大家都过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 我们这个星期天呢 你们就是官话的所有的老师啊 会出去团建 给你们透露个消息啊 这个就 画上两个脚趾脚趾头就可以了 因为它飞着不会漏太多的 然后 提上字 这个提款的位置呢 可以在 左边吧 一提的话就太沉了 我选择的是在这个空里提 给你们放个手 放一放客前那首歌吧 或者是换个歌